現在只需要新台幣2490元 就可以買到百年升學大廠菲利普 所推出的高CP值降噪耳機 TAH7508 有黑白兩色 黑色的低調耐髒耐看 白色的溫和日系好穿搭 兩款都是霧面設計的 不容易沾指紋 非常的好顧 耳機有支援主動式降噪 最新有45dB降噪深度 有效的完美比消外界噪音 可以讓你用比較小的音量 聆聽音樂保護耳朵 音質方面有限傳輸 通過Hi-Res小金標認證 精準傳言音訊 同時這款的續航更是高達60小時 開啟降噪後 依然享有45小時的音樂體驗 耳罩採用蜂巢紋路 不僅大大提升配戴的舒適度 同時也方便清潔 不會有掉皮脫落的問題 耳罩的結構搭載旋轉轉軸 所以可以輕易的掛在脖子上 或是摺疊收納進包包裡 方便外出攜帶 TAH7508 這款耳機不僅支援App可以更新 修改音效 還支援1對2的連接 再用耳機使用電腦 追劇聽音樂時 也可以直接連接手機 接聽電話 非常方便好用 最後 即日起 只要輸入這個 TECH7508折扣買 就可以用更低的價格 入手這款具備外觀功能的 無線降噪耳機了 其他購買資訊 可以點選下方資訊欄 大家好 這也是TekTekler科技說你的 科技便器 我是Liver 大家看到標題應該就知道了 那我自己其實也滿想買一副 這種無線降噪耳罩耳機 就也沒幹嘛啦 就想買而已 其實蠻多耳機 我真的也沒有什麼長時間聽過 頂多就是去門市試聽 然後也看了不少網友的分享 許多耳機 在做之前 我就在想到底要做 今年初的 還是要做入門的 還是要挑高階的 但感覺怎麼做都有點 不全面不完全 我就稍微爬了一下 除了主流品牌的 看看其他有沒有 目前比較新的 我的篩選標準 是至少要藍牙5.1以上 撇除白牌之外 我盡可能把全部的耳機都找齊了 能借的我盡量借 不借的我們就自己買 然後也 花了一千萬 大家真的要幫我們多按讚 留言和分享給你周邊想要買耳罩耳機的朋友 拜託拜託 雖然這次的主題是無線降噪耳機 但我有加入一款沒有主動式降噪 主打音質且價格不俗的 慢步者S3平板藍牙耳罩耳機 因為我覺得它的定位比較特殊 9990元這個價位不支援主動式降噪 我自己也蠻好奇的 真的可以靠音質就可以對得起這個價格嗎 沒關係 看我後面的心得和實測 因為這個影片 我測試完發現 欸好像會超過一個小時 在我們團隊討論下 認為不符合YouTube的觀賞影片的習慣 所以決定拆分上下兩集 上集主要是介紹 佩戴舒適 外觀和設計 攜帶性耳罩T1 下集會是介紹 還有音質降噪通透通話和總結論分數 那想獲得最快最新的3C知識嗎 記得訂閱TestTater科技說喔 佩戴舒適度 我認為是耳罩耳機的第一考量 假設它跟刑具一樣 其他功能再棒也無濟於事 我自己戴過這麼多耳罩耳機 我認為有兩個地方是關鍵 一個是壓頭感 另一個是夾耳感 很多人會誤會 欸是不是這個耳罩的耳機頭樑的海綿 越厚越軟 戴起來就不壓頭呢 欸其實沒有直接的相關性 主要還是看你這個 耳機整體的配重設計 還有耳機本身的重量有關 那另一個夾耳 對有戴眼鏡的朋友真的很重要 耳機的物理降噪要好 密閉性要好 當然它就盡可能夾得比較緊 那怎麼樣在穩定性 降噪舒適度 中間做一個平衡是很重要的 分數的部分呢 分為壓頭和夾耳 分數越高代表越不壓頭 假耳舒適度越高 但我後來認真思考了一下 我這樣的評分好像對觀眾的幫助不大 因為這個可能跟藍牙耳機的差別又有點大了 每個人的頭寬長度都不一樣 我不可能去模擬每個人的頭型 不同的耳機的長度壓耳感又不同 所以... 所以我就開始找有沒有這樣的測試儀器 無意見看到了這個朝陽科技大學的論文 有針對這個部分有做研究 欸這真的很詳細 於是就看到了這個他們叫做耳機甲齒力測試儀器 我就開始問實驗室啊 大部分都表示台灣這邊沒有要大陸那邊才有 我就查發現台灣好像也買不到 我就上淘寶稍微搜了一下 你看這隨便一台都要3000人民幣 哇那麼貴喔 對很貴我們就算乘以5好了 一台要1萬5 你就要買了 超貴 超級貴 而且看起來蠻大台的 那你就要買嗎 雖然很貴啦 但可以買啊 因為我們之後也有機會再測其他耳罩耳機 這個目前在台灣也沒有人測過 對沒錯 就是為了要更好的數據呈現 我就覺得 可以買 買了 就下單 下單 買回來了 它比我想像中的要大台 它的功能很簡單 可以設定寬度 寬度就是你兩耳的距離 我們大概抓一下發現差不多就三個距離 16 17 18 三個寬度 然後高度的話呢 就是靠耳機的調節器 我們也抓三個距離 最緊 適中 最鬆三個 然後測完這幾款耳機啊 會有261個數據 觀眾聽到這邊就應該要先 留言按讚了吧 那因為數據實在太多了 影片很難去表達 所以我把相關的數據呢 放在Google試算表 連結就放在資訊欄 大家再自行查看 所有的數據呢都會在上面 包含了外觀設計 攜帶性 耳罩替換 降噪深度等等 那大家打開會是這個畫面 就是只能檢視 那底下這邊會有它的微度 然後這邊會有它其他的 那反揮就是我們目前沒有開放 在下集會再公佈它的分數 那我們看到這個之後呢 我們預設它是以價格排序 貴到便宜來做排序的 那如果說我們想要看其他分數維度的話 我們要先把這些全部選起來之後 這邊有個資料 我們點這個建立篩選器 解釋畫面 那這邊我們就可以選 譬如說我要只要看平均分數 我們就選Z到A 它就會是最高分排到最低分 那依此類推 甲齒力跟這個 耳罩攜帶性這邊 大家就看自己想要的分數去做排序就可以了 甲齒力這邊譬如說它有分14公分 然後14公分代表分緊中鬆 就是分別是它這個耳機 譬如說這樣是拉到最開是最鬆的 然後拉到最底是最緊的 這個14公分代表的是你耳朵的寬度 好我們舉例好 我的頭寬比較寬 我是16公分 那我可能平常大概會用到 中的這個距離 那我們就點這個篩選 然後Z到A 那就可以看到 在我這個寬度跟這個高度的頭的情況下 AirPods Max會是最假頭的 那往下呢 最不假頭就是JBL這個M2 那大家可以自己去看自己耳朵的寬度 跟自己的平常這個耳機 是用比較緊還是比較鬆的 然後去對照說它大概這耳機的 加持力會落在哪裡 但畢竟我們的影片還很長 後面還有相關的詳細分析 斜邊急著跳開影片 那這些數據呢 只有左右耳的壓力測試 但少了一個很關鍵的頭部壓力測試 因為有些耳機呢 它的重量可能會被兩耳去分擔掉 所以頭部的壓力就會比較少 那有的頭部壓力很重 但兩耳反而還好 除了重量呢 還有就是耳機頭樑是否有貼合頭頂 沒有貼合的話 可能就會有單點壓迫的感覺 可以先參考這兩張圖的差別就知道了 一個是貼合頭型 一個只有單點觸碰 這兩個差異就會是壓頭跟不壓頭的差別了 所以會有兩個分數維度 一個是兩耳夾持力的重量 一個是我體感頭頂的壓頭感 數據我前面都有說了 那我來說說這幾款我自己的一些真實體驗 我覺得佩戴感比較好的 就是我待一個小時以上不會很痛苦的 漫步者W820NB Plus 騷扣Space One 騷扣這款呢 我覺得相比之前自家的款式 體驗有明顯升級 然後Final也還可以 但還是有點假感 Sony的WH-ULT900N也不錯 BNO的HX H95也還行 那我覺得戴的最不舒服的 就是深海的Ascentum Plus 20分鐘我就衝到不行了 特別是右邊超夾近腳扛不住 然後編刀比我我之前就看到 Mobile00上面就有提到有壓頭的問題 但我覺得還行 還在接受的範圍 外觀和設計呢 我覺得就真的跟價格成正比 價格越高的設計和用料真的比較好 當然也有例外啦 那比較新和相對高階的耳機 在頭樑這邊調整方式呢 都是這種無段落設計 我個人比較喜歡這種設計 第一個是它比較不會夾頭髮 第二 你能調整的間距更綿密 第三 在調整的時候它是無聲的 有做到這種無段落設計的 這29款只有12款是這樣設計的 除了Space One之外 大部分都要6000元以上才有這樣子的設計 那Space One看起來跟其他款無段落式設計一樣 但是實際拉動的感覺呢 跟傳統段落式的感覺是一樣的 就是那種一格一格的 聲音也很像 所以它的設計比較像是做樣子 有做到但功能做一半 我自己的體驗是還OK啦 那其他我覺得段落感做得比較出色的只有 Daisen ROM YAMAHA YH-L700A 漫步者W950NB 這三款的聲音順滑度比較好 特別是YAMAHA這款 真的很紮實段落明顯 然後其他款就... 那外觀的部分的話 畢竟耳機不能太重 所以還是以塑膠為主 所以大部分的質感呢 我都覺得普普 除非有一些做跳色啊 加入金屬去製作 當然有金屬重量一定會提升 這幾副我覺得Bnode H95 Bnw的PX8 Apple AirPods Max YAMAHA YH-L700A 深海賽的Mormaton 4 Wireless相對出色的 比較合無胃口 H95這款呢 我們拿到的是法拉利聯名款 確實我覺得對其他選手有點不公平 但它的配色啊 設計用料 包含頭樑的牛皮 耳罩小羊皮這些都是很頂的用料 PX8則是Logo採用浮雕設計 整體很有那種金屬冰冷感 AirPods Max就是整體設計簡約吧 然後扎實 YAMAHA的耳罩殼和頭樑 都是有那種一格一格的設計元素 整體的風格很一致 當然如果有密集恐懼症的 可能會覺得很噁心 但我覺得它是裡面辨識度最高的耳機 最後一款大饅頭式 這是全部的耳機我最喜歡的 我買的是PC-HOME獨家色 丹寧色 真的超級有質感 如果你是偏在這種牛仔風格的 大饅頭式這個顏色 一定是你的最愛 至於其他的大同小異吧 差不多差不多 另外就是我覺得 當初第一眼看到Space-1 我覺得很眼熟 跟這個Beats的ET的設計 我是覺得雷同雷同的 反正是好看啦 3000多這樣的設計算不錯 其中有一款 Beats Studio Pro 這款我覺得 這價格的做工有點盤啦 雖然說設計 欸 一看就知道了 但是很明顯感覺到 跟其他同價位的耳機是有差距的 我個人是覺得這副耳機的做工只值4000塊 真的 這個溢價太多了 除了以上這些有幾款耳機的設計 我覺得不爛或是比較特殊 BNO H95 這款呢 它有兩邊這個旋鈕 右邊是控制音量 左邊是控制降噪和通透模式 真的很有創意而且很人性化 然後Dyson ROM呢 就是自帶這個空氣清淨功能 這個詳細的影片可以點選右上角 我們之前有開箱過 其他好像就 喔 帶發射器可以說一下 只有XROM VOLCA MAX這款有支援 可以有更低的延遲和連線穩定度 嗯...其他沒了 那這部分的外觀和設計呢 每一款耳機 我們都會有給一個主觀的分數 一樣大家可以查看雲表會比較詳細 當然這個偏主觀啦 大家自行斟酌參考 接著耳罩的部分 很重要買耳罩耳機 我一定一定會注意的 就是能不能換耳罩 大致呢可以分為四種 磁吸 包覆 卡扣 黏合 磁吸最好再來是包覆 再來是卡扣黏合 卡扣呢很容易把這個卡榫弄斷 最後黏合呢要撕開還要清殘膠 更換成本很大 然後萬年爛設計的就是Beat Studio Pro 還是用黏的 等到耳罩爛掉就知道痛苦了 另外Space One也是用黏的 但官方是跟我說不能更換啦 所以就嗯嗯嗯 那這些耳機呢沒有一款是用包覆的 之前我用Turtle Beach 他們家有些入門的耳機呢 就是用包覆的方式安裝的 安裝也算簡單 那這幾副呢 只有Alpha、AirPods Max 和BNO H95是用磁吸的方式 是最人性化的設計 其餘啊幾乎九成都是使用卡扣的設計 但信心的是都還算好拆 其中QCY的H3 SHEW的AONIC 40 AONIC 50 Gen2 BNO HX Daisen ROM是用旋轉的方式安裝 這就必須加分了 好拆不怕卡榫斷掉 其中鐵三角ATH-S300BT這副呢 需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它是用連合的方式 那原廠表示呢 這個耳罩未來如果需要更換 可以到維修中心處理的 更換耳罩的維修中心呢 也會減到它的降噪等功能 去更換對應的耳罩 這個有購買的朋友呢 也不太需要擔心這個問題 最後就是收納 我覺得很重要 這種攜帶式無線耳罩耳機 會有兩種收納方式 一種是最極致的 我稱它為彈型收納 像是漫步者S3 這款就是這樣設計的 幾乎已經可以收成一個半圓形 這樣在空間上也可以更加極致 那這幾款我們分為兩種 可以收成彈型的 跟頸能做翻轉的 那通常可以收成彈型的 可能就有三種收法 一種是單純的翻轉嘛 那另一種就是可以收納成這樣子比較扁的 再來就是體積更小的彈型 所以收納的方式又更多了 其中只有兩個我覺得比較尷尬 Space One 雖然可以收成彈型的 但是它的收納空間沒有到很密 靠近頭兩個地方 還有一點點空間 另外是BNO H95 這款 雖然不能收成彈型 但是它的翻轉後是可以往上折的 所以嚴格來說 它其實也趨近於彈型的收納法 剛剛提到的是收納嘛 其實就是有沒有副所謂的 耳機的收納盒或是殼 這種耳機其實就很怕去摔到或壓到 這部分我認為可以在攜帶性耳罩替換的 平均分數加上0.5分 那如果是收納帶的話呢 我覺得0.2分差不多 因為有跟沒有的差別只在於 比較不容易刮傷而已 大部分的耳機幾乎都有收納盒 最親民有附收納盒的就是漫步者 WH950MB 它的售價是3,990元 其他這個價位以下的幾乎就沒有收納盒 當然也有比較貴 但沒有的我就不點名了 大家自行看表格就行 其中有帶盒的深海 Acentum Plus 的保護殼呢 是相對比較軟的 相比其他硬殼的保護程度就會略低一點 當然在收納時它的彈性就會比較大 那其中AirPods Max這個叫做 充盈耳機套 對嘛 它都說是套不是盒 大家有眼睛都會覺得 這真的保護性嗎 有待考察 但也是唯一一款喔 可以偵測耳機進入 耳機套時進入超低延遲的機制 很無腦 你就拿下來收起來就OK了 不用在那邊關機啥的 有動腦設計 那BNO H95必須得獨立說 這個已經不是盒了 金屬盒真的是有料有精緻 但老實說我自己買的話 我會很怕刮傷 所以就很尷尬 確實保護耳機 但盒子精緻到我會捨不得帶出去 那這幾款有帶盒的 體積最大的就是 Daisen這種聲大 最小的呢 有漫步者的S3和Beats Beats就真的很小 而且很方 收納在後背包很方便 科技說官方LINE社群上線囉 除了可以在裡面討論 你有關3C生活的知識外 我們也會提供我們跟廠商合作的折扣嘛 大家也可以用最低的價格 買到自己喜歡的產品 掃描旁邊的LINE QR Code 就可以加入社群囉 這次上集影片就在這邊結束了 下集影片大約會在一個禮拜後上 有其他想要分享的觀點或想法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我也會盡快回覆大家 也別忘了幫這支影片按讚分享 到時候見囉 See you